同样都是格格 小燕子和紫薇的地位水高水低 其实这在皇帝册封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答案了 小燕子能当上格格 这其实就是误打误撞 在皇上打猎过程中 他中了一箭 然后才是被发现了他身上 原来还带着夏宇赫的信物 于是 阴差阳错下 小燕子也就被乾隆认为 是自己和夏宇赫的女儿 对于这个自己民间流落的女儿 乾隆十分心疼 直到小燕子醒来后 才离开 不久后 乾隆就准备将小燕子 册封为和朔格格 但在大清朝 和朔格格是需要王妃的女儿才可以 因此小燕子就只能被封为 还珠格格 虽然只是普通的还珠格格 但是这也让小燕子 享受到了无尽的尊人 在祭天的时候 道路两边的百姓 都在喊着格格牵嘴 可以说 这时候的小燕子 是得到了该有的遗迹 而此时的紫薇却依旧 还是流落在人间 好在最后 还是在尔康等人的帮助下 才是得以进入了皇宫之中 在名义上是给小燕子做了侍女 紫薇尝过各种辛酸苦辣 她又是善解人意 因此在知道小燕子 现在的处境后 紫薇内心十分不忍 因为如果小燕子的身份被揭穿 那就是欺君打罪 说不定是会被判死罪 所以紫薇一直都没有 将这件事说出来 她是紫薇 那是金索 他们是 他们是令妃娘娘 赐给我的两个宫女 紫薇 紫薇 她名字叫紫薇 紫薇入宫后 乾隆对于小燕子身边的这个小侍女 还是很好奇的 一方面是因为紫薇才能很高 秦奇书画样样精通 这样的才女可是不多见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乾隆看见 紫薇是越来越想吓一喝 这让她的内心有些疑惑 不过倒是也没有揭穿出来 原本紫薇也不打算和乾隆相认 因为她害怕如果自己一旦相认 那小燕子就会遇到了很大麻烦 那到时候反而是自己害了小燕子 所以紫薇决定要离开宫中 但是随着荷尔康的你浓我浓 她只能选择留在了宫中 后面小燕子还是直接坦白了 说自己是假冒的 紫薇还当众读出了两句下雨后的诗 这是小燕子完全不知道的 乾隆在辨别之后 这才是认下了紫薇 不过也没有大张旗鼓 没有举行册封仪式 仅仅是封赏七位明珠格格 而将小燕子的环珠格格降位了环珠郡主 而在后面紫薇出逃回来后 乾隆这才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正是认下了紫薇这个女儿 而对于紫薇 乾隆也是藤岸有加 在紫薇眼睛瞎了后 更是千方百计要替紫薇看病 也将一个父母心研溢的淋漓尽致 傻丫头啊 朕去哪找这么好的女儿啊 迎其书画什么都会 简直就是朕的翻版 和朕一样的能干 朕不认你还得认谁呢 乾隆对待两位格格 其实是有区别对待的 在感情上 乾隆对待紫薇是疼爱 是宠爱 是心疼 而对待小燕子 却是喜爱 喜欢 这其中虽然有小燕子 和紫薇两人性格的区别在 但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紫薇是亲生的 在封号上面 小燕子成为了郡主格格 那和紫薇的明珠格格 有什么区别吗 这当然是有的 明珠格格是正儿八经的孤伦格格 一般来说 孤伦格格是皇后所生 而和朔格格则是妃嫔所生 所以 这就意味着两人之间身份有了差距 而且在两人婚嫁的时候 也有明显区别 紫薇嫁给尔康的时候 可是狄伏计 正儿八经的正妻 而小燕子则只能是落了个侧伏计 这也说明了两人之间的不同 而小燕子的身份 明显也就是低了一个等级的 所以 两位格格谁的身份更高一些 那自然就是紫薇 而要问乾隆更喜欢谁 那也毫无疑问是紫薇 因为人家毕竟是亲生的 而且小燕子的那种喜欢 不过是对其大大咧咧的性格的喜爱 如果不是因为小燕子的这般讨喜 怕小燕子的普通身份 是不足以会依旧被保留着格格的地位的 所以 不管怎么说 紫薇都是要比小燕子的身份高一些的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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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